这一篇跟大家介绍的是 如何新增、删除、更改使用者密码 首先介绍新增和更改密码 这两个操作方式一样 所以一起介绍 打开系统偏好设定 选择使用者与群组 用滑鼠点选一下左边的目前使用者002 点选更改密码 在旧密码的地方输入原密码 如果没有密码 这个栏位就保持空白 在新密码和验证 输入你想要更改的新密码 总共输入两次 密码提示 假如你的密码是你的手机号码 就输入手机号码 我现在只是示范给各位看 所以密码我只输入1 密码提示不能输入跟密码一样的文字或数字 所以我输入中文1 按下更改密码 这样密码就更改完毕了 当然有些人不想常常输入密码 因为很烦所以想删除密码 但MAC本身又已经存在密码时 就可以在旧密码里面输入原密码 在新密码和验证的栏位保持空白 最后按下更改密码 选择选择好 这样就取消密码了 设定好你的密码 可以增加电脑的安全性 谢谢 刚刚刚 4 4 我 4 6 谢谢观看